大家好,我是Kさん 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日本的家庭料理 这个叫南班鸡 应该中文叫南班鸡 外面都可以吃的,店铛也有特色 餐厅各个屋 或者你会做或是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了 这个调味料首先是豉油 当然做日本料理的时候 大家选择日式的豉油 然后这个糖 这个草 今天有点特别 这个是蚝油 我们日本也开始有日式的蚝油 大家如果是日式的朝日看到 这个开始 如果大家吃过日本的蚝 大家知道我们广东蚝和乡下的蚝 比较浓的蚝味 好,现在这个调味料放入这个蚝油 那煮一会儿,滚了一会儿就可以吃火了 那下一个呢 我们做一下太太种 日式的太太种 首先呢 我们先做这个青瓜 切得不太好 不要紧 因为今天我们切粒 首先呢 我们切丝 有些人说 看到左手切的人很害怕 很危险 对吗 那么呢 我看到很多师傅都开始呢 这个切粒的方法呢 是这样切的 接着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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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切 我呢 有一个 我想给大家的建议呢 比如这样切 首先呢 首先呢 切片 重量薄一点 切得薄一点 切得薄一点 已经是细细的 一细一细的 那么我觉得 这样切到已经是切粒了 对吗 接着呢 最重要是这个 太太种的 那个 主要的调味料呢 这个要用回 日本的 谈王酱 啦 我觉得西式 美国的 欧洲的 那个 谈王酱呢 太酸 和有些品牌 都是很咸 那 可能我是日本人呢 习惯了日本品牌 的谈王酱 那 这个是药卷 多加一点 一点 今天呢 我选择这个 日本厂的 谈王酱 其实呢 这个 南文鸡呢 餐厅 多数 他们都用回 谈王酱的 如果呢 熟得了呢 皮革的 肉质 很硬的 所以呢 这边呢 有一个煮法 首先呢 我开中间 麦子可以看的 即是 去到中间的位置 啦 接着呢 这样 开 不用加急 慢慢来就行了 我现在 开了一边 看到 薄一点 对吧 另外一边 都是 开就这样 鸡胸肉 鸡胸肉的厚度 一半了 为什么这样切呢 第一个原因 可以快熟 所以我们这样做 很多人以为 鸡胸肉煮后 很硬 所以呢 还回来 一些叉 这样 突突突突突突 因为本身的鸡胸肉 都很少很少 那个鸡胸肉 所以不需要这样的动作 不过呢 都可以帮到 肉质 有时候呢 看到 是的 这样的鸡胸肉 可以 前进去 这样 可以吃的 只不过 口感的问题 我都 不是年轻的年纪 所以呢 烤鸡 都是少点用盐的 多数呢 我自己在家吃的时候 不会加盐 不过 大家 年轻一点 都应该 喜欢有味点 那 加少许盐 不过 刚才也说过 健康的问题 大家都尽量 吃少点盐 不需要加盐 鸡胸肉 去到这个 鸡胸肉 接着呢 面粉 尽量平均一点 鸡胸肉 有一个问题呢 在家里 整茶麻 有很多烟 有些轻的东西 有些轻的东西 所以呢 今次这个 南文茶鸡的煮法呢 我想开始给大家 清茶 就是 用少点油 这样呢 在家里 也不会太 污脆了 整天腐落 或者茶鸡的时候呢 这么多的油 才炸得更方便 只不过呢 少点油 才炸的方法 都可以做到 最重要呢 不要开大火了 慢慢来 那就不会焦啊 那 放入的时候呢 常常没浴缩 有机会 脱 这个 反装皮 出来啦 所以呢 大概一分钟 接着呢 反装 两分钟 我看看 好 好 很漂亮 的 这个呢 我们呢 切料 这样的 尺寸 我们叫做 一口的尺寸 即是 one bite尺寸 很漂亮 这个呢 是有 甜甜的 酸酸的味 的汁 其实呢 如果我在家里 放到上面 可以做的 好 那这个是 能盲鸡 完成了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请订阅一下